字幕- pefeng της chiaro 下星期有什麽可賣 首先第一個 只有一隻股票 在近期低位 כ как扮持了少許 但觀看今年第一季的情況 在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他的生意0044多了40% 但是你估价 我還沒這樣 估价都還沒正式反映出來 有什麼生意 多了 是不是這隻 這隻 不是 這隻 這隻是垃圾 不要說 待會被人告誹謗 港交所 218元 一向我都說 二八七二八八樓上是不值的 港交所是絕對不值三百元的 不要聽廢話說什麼三百元樓上的 但是 現在港交所是二百二十元以下 你想想去年全年平均成交都是七八億 但是那些人就炒到他二八六二八七是不值的 現在今年 由一月到現在平均每日成交起碼是千一二億 他的盈利 是不是一定會很漂亮 為什麼仍然是二百二十八元呢 大價股 就騰訊動了 那 指數如果真正進一步 收復失地上 上兩萬三樓上呢 記住 港交所很有趣的 他不會先走那個市 是市先走的 當恆子破一千點大關 他就會走十幾元 跌日 亦都一樣 跌多一千點 大馬 他就跌十幾元 所以現在這些位置 港交所 二百一十八元 是否相對地真是便宜 業績一定有保障 guarantee你 第一季的業績是很漂亮 成交 升了四十幾個percent 好了 還有 那些上市費 打牛熊的上市費 是不是每天 幾百隻牛熊症啊 跟著每隻是幾皮的東西啊 阿修 跟著第二天又要再推出一些 那你說 他的數字怎麼算呢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